LAYO聊世紀,天天用個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西西野人對上日本人 這一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大約8點鐘方向的染色王家 Chirhera選擇的文明是西西里 西西野人特色是他的農田科技 每點一次都會增加 大概快要1倍的肉量 125% 應該是1倍 但是他是直接增加提升肉類的能力 而不是整體的肉類的整數 是科技 本來是加120肉左右吧 直接給你1倍的肉量非常多 所以西西野人如果你是團隊加成 再加上中國的話 肉量直接起飛 但這個能力在前期的經濟效益 並不是這麼有優勢 可能要到城堡時代的中後期 你才可以體驗到這個西西野人的後期的經濟強大能力 那西西野人開局會給100石頭 理由是因為他的城樓是比較貴的劍塔 那他的城樓會隨著時代自動升級的關係 所以也不太需要太擔心 後續的升級什麼大型劍塔 那些都不用擔心 他會自己強化能力 甚至後期的箭矢射出的這個數量是非常多的 那西西野人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的重裝騎士 可以點下鎖子甲器 這個科技 讓他的遠方非常的高 那西西野人除了騎兵路線之外 也可以打薩金特衛兵 可以做出這個雙防很高的步兵 整體來說 西西野人是一個鎧甲型的文明 鋼鐵文明 你不管出什麼都很坦 那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個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這個能力跟阿茲特克其實是一樣的 那目前看起來西西野人 還是比較多需要靠自己的頭車 或者是弩炮做出優勢交換 或是用這個鎖子甲打出大量的傷害才行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特色是他的步兵 攻擊速度非常之快 有攻速加成的 而且他的馬功能有這個流滴馬的科技關係 所以設這個步攻兵的單位的時候 相當可以再多加兩點 非常的痛 後期還可以考慮轉出日本武士 正面硬砍對方的寶兵單位 所以正面來看的話 MBL 日本人打西西野人 可能會優勢更好一點 因為他有更多的選擇 可以去做處理 但西西野人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是他所有的陸地單位 都有抗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日本人不管是打日本武士 或是槍兵戳到馬 傷害其實並不是那麼高 但是他的轉變的彈性 是比西西野人更好一些些 而且日本的箭塔也是特別厲害的 而且這個射箭孔 可以讓這個箭塔射出的箭矢數量 再多增加兩隻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MBL地圖 是好像不錯的 好像不錯的 上面的黃金還可以 後面這個也行 主金位置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裡沒有意外的話可以直接圍到底 那MBL這個地圖看起來算是很好的 只有這個果子看起來非常糟糕 前期可能還是要靠圍出來一點 不然這個果子被弄到真的是很難防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的地圖 HERA這邊地圖 黃金在前方後面有塊附金 看起來跟MBL差不多 但這塊金是極為關鍵的 那果子的部分跟MBL差不多 都是前方高地比較難守的位置 MBL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HERA這邊也是MBL選擇了19P HERA選擇了18P的升級方向 兩邊的升級方向都是有點支付的 都沒有拖 都是一個打得很穩 但MBL這邊有挖黃金 這是什麼意思呢 要打棒棒嗎 那如果要打棒棒的話 這邊是不是慢了很多呢 可能直接轉工兵了吧 因為我想說這裡打棒棒的話 你這裡挖黃金不太正常 你不正常 OK那現在MBL要補射箭場了 補馬就走一個工兵開局 那HERA這邊 應該是走漏馬 沒錯 獅獅人走漏馬 點下一級農田 可以看到農田量是345肉左右 345肉 點下了一級農 結果這個肉量非常的可觀 MBL現在的經濟也是點下了一級農田 我們就來看一下日本人的農田 跟獅獅人農田的肉量種類 會大概差多少 這裡補下一個農田 大概是200出 250左右 直接多了100肉 一片田多100肉的一個總量 所以意思是說 我只要補了三片田 HERA這邊只要三片田 就可以等於再多你一片田 買三送一的概念 所以這個經濟效果 在前期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那到城堡時代中後期 哇這個量益多起來 就不一樣了 那就真的是 多買多划算 多買多划算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MBL 這邊是點了弓兵 還有槍兵 做一個防守 家裡沒有完全維持 有了一個開口 那這邊要維的話 可能要直接維過來 會比較好 後面這個維加 可能要直接維過來 也是可以 反正高地都是我用 你別想用我的高地 這裡維起來就行 好 HERA這邊三隻肉麻 稍微騷擾一下 前期的封建時代 應該是很難抓到村民了 尤其日本人的 這個槍兵的攻擊速度 又特別快 其實是很難 用這個肉麻 點下品種跟異共 去直接反殺回去的 所以HERA這邊的肉麻 按越多的話 可能並不是這麼的好 那也有可能 要去更多的操作 才可以打到優勢 好 那看到這一波 HERA是繼續按了一些肉麻 補隻毛兵 但是資源量已經快要可以點城堡時代了 這裡要趕快挖金礦才行 500多肉 肉可能會有點過標 好 有點超過一些 要不要補個4級 買賣一下呢 還是就不補4級了 把這個木頭省下來 直接開4TC 好 那CC 是直接城堡時代 開4TC 農最快的文明 所以呢 這個 HERA這邊 可能有打算 叫暴農 那現在暴農的話 會面臨MBL的兵力 現在是稍微有點強大了 他走了一個是肉麻配工兵 這個是封堅時代最強大的搭配組合 你只要一枚擋下來 你就直接炸力了 工兵走進來直接一發射你一隻村民 怎麼擋 MBL開始點村民了 肉麻過來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工兵的操作 直接射倒一隻 HERA兩隻倒下 三隻 有機會 原工兵是追得到村民的 肉麻再過來解毛病 但工兵可能還是要繼續往前點 點村民就對了 MBL 但MBL這邊操作好像剛剛停了一下 卡彈 工兵沒有第一時間反擊 八隻弓箭手後面攔截 繼續射掉 HERA的村民 HERA的村民倒了五隻 但是肉麻被這些村民直接爆打一波 數量倒的也是很多 毛兵也是 直接頭爛的這些工兵 HERA已經搞定了 MBL這波攻擊 但是自己的村民也被搞定了五隻 但還好已經順利的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MBL這裡應該是還想要繼續進攻 直接在封堅時代把對手打死 但是看到HERA這裡不尋闖的兵力 應該有意思的 應該是點時代了 HERA大會一上城堡時代 就可以直接打騎士或是輕騎兵的策略 但這裡沒有補清騎兵嗎 就不打輕騎兵了嗎 還是要補一下吧 這裡最好是補個幾隻會比較好 才不會讓城堡時代初騎 或有這個空窗騎出現 要不要補個馬舊呢 先點一個二級伐木 補了一個城堡中心 騎士的部分並沒有直上 馬牌的部分也沒有點 正面的毛兵往前走 槍兵閃過 正面的肉馬出來了 輕騎兵也登場 要小心 喔 戳得到嗎 喔唷戳到了 哇靠 HERA這一波居然失誤 被MBL的槍兵給戳到了 戳到了 這一波再戳一匹馬 哇 兩個輕騎兵倒下 那HERA這一波就有點虧了 好 MBL一升到城堡時代 不走馬弓嗎 選擇了布弓兵的路線 這一點會有點微妙 照理來說 日本人打馬弓 是大於打布弓兵的 好 但MBL在封禁時代有屯弓兵 可能是想要延續弓兵的衝擊能力 這個進攻能力 因為如果你直接上馬弓的話 大概會有給對方三分鐘的城堡時代的空方 所以這個壓力 會沒有辦法給到對手 但我看到這邊直接走弓兵 直接過來 直接被迫防守 好 當然HERA這波直接補了一個城樓 這個城樓補下去 左邊的實況區域應該就能守得住了 而且可以看到這筆箭塔 是多了一個箭矢的數量 N加1 所以是兩發箭矢 那到了帝王時代的話 就是N加2了 兩發箭矢 跟日本人的近射孔 這個箭射孔一樣 射箭孔才對 射箭孔 HERA這邊點下了鋪灰技術 還有靈甲技術 還有輪走技術 看來是想要走布公兵 呃不是布公兵 這個布兵 薩金特衛兵 那薩金特衛兵 他很特別 他可以通過城堡 跟這個城樓箭塔裡面 產生出來 而且他也是唯一一個 在世界帝國2裡面 可以去敲箭塔的文明 可以去敲建築物的文明 我覺得這個特色來說 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通常謝謝野人 要打出優勢來 可能還是要多靠這個能力 去對方的農鐵裡面 插一堆塔 讓對方打到有點難 難守 那MBL這邊還是轉出了馬弓 第一波的布公兵送光之後 開始轉型成馬弓路線了 那馬弓路線現在沒有彈道學 只射死了一村 第二村也拿下 這波直接扛兩發的城市中心的傷害 拉弓再繼續打掉這支槍兵 那現在3TC 4TC 繼續農 哇這個也4TC 開農相當舒服 但是為了要維持這個4TC的肉量不斷春 所以現在有點沒有辦法點下二級農田 雖然農田有這個加成 但是到城堡時代初期 你是很難點下這個能力的 甚至你要讓你自己有經濟優勢 真的是要到城堡時代的中後期了 初期真的是沒有辦法獲得太大的經濟優勢 可以看到這邊支援量 現在是MBL領先 大概領先了1400左右的支援 1400 這個支援量基本上可以快到點地龍時代 但MBL真是選擇了大量的兵 而且還有補下大學3TC開農 那目前看起來MBL的打法還是比較正規的日本戰術 馬攻策略 那Hira這邊的話就沒有辦法只 就不能轉出大量的薩金特衛兵 還是得依靠戰毛兵先去擋一下了 薩金特衛兵在初期的防禮有1 雖然還是不錯 還是有這個5點傷害 二級步兵開甲點下 但是馬攻傷害是非常高的 他是有8點傷害的 所以打下還是有3滴血 所以薩金特衛兵現在要數量成型的話 還是得靠戰毛兵在後面poke 敲一下這邊是血量 那用薩金特衛兵去防守 對方有騎士 砍自己的戰毛兵 但是如果遇到弩炮或投車之類的話 那Hira這邊就難受 這個部隊組成相當害怕 這個打法的 這裡敲了一根城樓 想要逼退MBL的馬攻 但馬攻想要打到最後一刻 繼續阻止Hira蓋城堡 後面的馬攻也在找機會 去控你的黃金 但這面的位置還是直接硬蓋嗎 又被抓掉了一村 MBL現在終於有了彈道血 待會就不會像剛剛那樣子 一直射不到 Hira現在150 105人口 對上MBL的 111 8人口 現在人口樹已經飆得很高了 村民樹的話差距不多 MBL這邊的兵力是爆的真的是多 而且木頭有點炸裂 農田灑的是有點少 還是多灑一點田呢 這裡直接開了4TC 但要不要直接斷村生帝王呢 這裡有非常多的問號 這裡斷村上帝王的話 這根城堡可以拆得很快 但是拆除依舊需要時間 經濟量也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但是如果不上帝王時代的話 還是得靠馬攻 盡可能去騷擾才行 後方的馬攻還在騷擾 這兩隻也在後面繼續看 現在MBL點下了二級農田 Hira現在是直接抵託代變 我戰毛兵跟薩金特衛兵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反正你的馬攻跟騎士不敢跟我硬上 我的城樓蓋得越多 我就守得越輕鬆 後面的兩隻馬攻跟傾斜兵 終於用戰毛兵給解決了 現在馬攻再一次走進來 結果抓不到 MBL這邊可能要趕快想辦法生帝王時代了 Hira這邊已經蓄勢待發 帝王時代已經點下去 那沒意外的話 Hira應該還是會繼續走薩金特衛兵的路線喔 因為帝王時代的薩金特衛兵 雙防七是非常難打的 雙防七就意味著什麼呢 你的馬攻 雖然先是八點 到了城堡時代 帝王時代是十點 打下雖然還是三滴 但是帝王時代的經濟 對於步兵來說是比較有優勢的 可以出大量的步兵 如果你要優勢交換的話 你勢必要花費大量的手術 在這個馬攻身上 所以如果MBL真的想要打贏正面的話 最好就是要轉出日本武士這個單位 日本武士有戰 這邊日本武士按下去 而且曹治老也點下了 馬攻這邊可以回血 回得很快速 日本武士點下之後 打薩金特衛兵的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MBL的日本武士能不能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結果這邊馬攻進去城堡裡面搓麻將 搓一搓還抓掉了一些綻毛 還不錯 沒事多搓麻將 還可以順便補個血 抓個對方的兵力 也OK 右邊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目前是三根城堡 在中線的位置 現在地圖被一分為二的感覺了 目前使用的部分還有兩顆生物 三顆生物沒有減 兩邊還算是比較專心帶農 結果這一波馬攻抓掉了大量村民 HERA這波有點虧 損失了15村 這個村民術掉的有點誇張 HERA這邊村民術已經落後了 三級色化學重新補下 星星以人也是被很多高手評比為 比較不這麼好用的文明 我自己用起來感覺也是喔 你真的要爆出大量的鎖子甲騎士的話 那真的是四幣的黃金 經濟要特別好才行 不然你就只能跟對方 打一個被動防守的路線會比較多 不然就要用這個薩金特衛兵 去做一個優勢交換 去插對方的田或是黃金 才有可能打出更多的經濟優勢出來 上面的部分嘗試用薩金特衛兵去擋住正面 但應該是能擋得住的 日本武士的衝鋒並不是那麼快速 通常走到城堡底下 還要面對你這些部隊 基本上是打不贏的 那日本人這邊要轉型的話 可能要趕快把城堡往後補之外 巨型特術器也要點下 精灌技術彈射器 讓城堡的拆裝速度加快之外 還可以讓他的巨型特術器的攻擊速度增加33% 所以要打出交換優勢的話 要點東西有點多 這也是日本帝王時代的一個後襲問題 三級的東西太多了 什麼都要升 而且... 有辦法馬上就轉型成功 打出太大的優勢 所以這邊HERA拖得越久 不一定是對自己是有優勢的 HERA這邊點下了 護攻兵的升級 強奴 三級的步兵開甲也點下了 那如果走強奴的話 日本人的NBL留低馬 就會有效果了 這就是為什麼CCE人很難打的原因 他是選擇真的不多 也沒有火槍可以用 甚至也沒有火炮 日本人NBL點下了日本精銳武士的升級了 待會正面開始爆砍 二刀流 快速咻咻咻 這個單位就會倒地的非常快速 這裡馬弓 點掉了一隻薩基特衛兵 現在薩基特衛兵算了三級防 但是馬弓數量有點多 走到農田這個位置 這裡居然沒有成樓在放手 也被弄到了家裡 但是正面的城堡成功守住 還是要繼續往前推進呢 補了一個新的成樓 新的成樓 家裡有點是有點半換家的感覺 跟強弩騎士來了 我強弩跟你對射 布丁會輸 我後面還有戰毛兵 而且你的步兵也怕我的強弩 NBL這邊的兵力有點被針對 點掉了一隻馬弓 日本武士倒下 第二隻也倒下 第三隻 OK也搞定了 現在戰毛兵開始往後走 投一隻投一隻 強弩開始射 戰毛兵在投射後面的馬弓 馬弓被倒地的數量很快 強弩把大量的日本武士 直接射倒在地上 這一波日本武士想要走私 後面的城樓 但是城樓依舊還是拿不下 血量掉的並不是很快 日本武士這一波好像 沒有辦法拿下這樣子 但是又有但是了 這個村民好像 守得住 這邊 indie幾次 還是遠小 正面的位置 MBL家裡已經BBQ了 城樓跟巨型頭獅機 已經拆除了這邊的兩棟城鎮中心 現在城鎮中心只剩下這兩個 但是現在城鎮中心不是問題 問題是 Creator 那些層樓該怎麼去打掉了 你還沒有點下金冠這個科技 要拆除這些箭塔 要花很多時間的 那彈射器這個科技 到價也不是便宜的東西 他並不是便宜貨 550跟300黃金 那現在連300黃金都沒有 那現在連劇運投資的數量 也沒有辦法標起來 只能繼續走馬功路線了嗎 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人這邊的日本武士 數量是來到了 三十幾隻正面想要直接手撕 這邊四台劇情投資機好像有機會 這邊的強奴數量並不是那麼的足夠 後面的劉迪馬馬功 開始反擊這些強奴 強奴數量開始導成一片 劇情投資機也全部拿下 日本武士開始往前 萬歲衝鋒 不管了A就完事了 先拿你 拿你的塔 來做獻祭 直接手撕 有沒有點下中所低速呢 有 砍得很快 這就是日本武士 傷害頂天 雙綁全滿 攻擊力 金瑞沒有點下 金瑞日本武士還沒有升級上去 拆出兩個劍塔 MBL點下了 安息人戰術 增加一下對於共兵的傷害 稍微減輕一下 日本武士稍微被反擊了回去之後 MBL 資源量可以考慮轉馬功 果然走了馬功了 但是第二波的巨型投資機又來了 四台巨頭 又要嘗試攻城 現在細細野人開始組成戰法 組了一堆城樓 這邊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巨型投資機 直接拆除 這個傷害相當炸力 有工程工程師的巨型投資機 拆建築物效果 這非常好的 前方又補了一個城樓 目前看起來 MBL這一波是正面打得贏 但問題是 問題是經濟能不能跟得上的問題 而且還有工程器有沒有帶來的問題 你終究還是得靠工程器去解決這些城樓 你只靠部隊的話 一定會被城樓射成蜂窩的 哇這個城樓直接拿下了很多單位 打了很多傷害 看來是拿不下 那這一波打不已沒關係 我下面的日本武士偷偷逼滴你家 偷家 柳偷成功啊 好像不多 有偷但不多 那強奴的部分 繼續往上走 看到了這些挖金礦村民 這個警察 目前看起來強奴的數量是 來到了38隻 目前MBL 馬供數量海淡 但是感覺經濟快要跟不上了 真的經濟會越來越糟 不會越來越好啊 強奴還在往前擋住這些流滴馬 而且還搭配了一些戰毛兵 這個滾兵策略相當的可能啊 但是日本武士還是想要擋一下 結果這邊看到四台巨頭 日本武士趕快抓一下 後面馬弓繼續擋住 這些戰毛兵有點難纏 有點難纏 後面補了非常多的射箭長跟馬臼 想要從你家直接出兵 這樣我就不用從我家出兵了 NBL應該 好像有機會了 這四台巨頭拿下 Hera好像 剩下這幾坨弓兵 但是一樣工程器的問題 該怎麼解決 沒有工程器啊 No工程器 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但是Hera進去依舊還是很好 雖然支援總數看起來 NBL是領先的 但是NBL的黃金庫城 已經所剩無幾了 Hera這邊點下了一擊馬凱 雖然馬凱也點了下去 正面的部分 也開始補馬就 要打算轉中裝騎士索之甲嗎 但現在轉型是不是有點為死已晚了呢 請騎兵過來 哇這個劍塔3很扎連2加4的炮彈數量啊 非常多的箭矢 哇這個是直接來到了7發 直接射你7發箭矢數量 雷本國士倒地的速度有點快 城樓就是這麼的好用 但是NBL的巨型投資機並沒有生產 家裡有在生產 但是這裡沒產 那你要怎麼工程呢 這裡到處都是城樓啊 那清騎兵走到人家的墓區就已經倒地了 哇這個就是 沒生科技下水餃 但是就算生了 可能也沒好到哪裡去 日本並沒有三級馬凱喔 目前看起來NBL家裡的位置 還能再苟一會 下面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往前走 並不是往上去處理這些城樓 有想法 OK這一波戰毛兵反擊 想要硬點強奴 但是後面的肉馬一直在輸出 NBL這邊把直接點設在你的農田後方 但是這邊城樓擊殺肉馬的效率太好了 這個直接點感覺不太能設這裡啊 哇這個高地劍塔打人打的真的是有夠痛 NBL完全沒有辦法做到足夠好的騷擾 好這裡點下二級馬凱 好這面手撕城樓 日本武士硬扛著城樓的傷害 嘗試解掉這些城樓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嘗試攻城 但是NBL受不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個比賽看起來 NBL還是比較處於一個微妙的 什麼說呢 這個戰術結論啊 因為他雖然是用馬功阻止了你的強奴的進攻 但是遇到戰毛兵的話 自己可能也是要得賺戰毛兵才行 甚至可能馬功要考慮去引退才行 所以感覺剛剛投資的重裝馬功之扣 有點沒有辦法有足夠多的黃金 做後期的工程器的轉型 那如果有後期的工程器的轉型 也可以繼續維持日本武士的數量的話 那可能對於他的進攻或推進 會有更大的幫助 只靠這些兵力去做進攻跟騷擾 雖然能騷擾到沒錯 但是沒有辦法穩穩拿下HERA也是一大問題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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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囉